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要带您探讨的是国际局势 那么15号APAC的峰会 就要在美国旧金山登场了 但是外界更期待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 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习拜会 是不是有可能让中美关系回温了呢 拜席会来了 大陆的外交部宣布 习近平14号到17号将到 美国去 那么并出席 派峰会睽違了6年的习近平 现在要再度访问美国了 那么两国的元首 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跟方向性的问题 还有世界和平 将会深度的来讨论 那么现在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应邀访美 中方有什么期待呢 北京就说了 他要继续发挥 他的引擎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到 很多不确定的不稳定因素 尤其是在异后 很多国家还在拼经济成长的时候 各方都期待亚太继续发挥引擎的作用 引领世界经济增长 白宫也证实了 拜席会将在旧金山登场 美方的目标就是管理竞争 防止冲突 确保沟通的管道畅通 我们都知道前一战子 中美闹得有点张 那么这一回 中美有没有可能回温呢 白宫也证实拜席会即将要来见面了 希望两国的紧张局势 可以不要再那么剑拔弩张 那么美国官员就说 一切都在谈判桌上了 美军的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 致信给北京说 愿进行双边会晤 布朗就说了 对于美中两国军方联系的改善 很乐观 已经向北京寄出了一封 介绍信函对于双边的会晤 持开放的态度 就连希拉蕊也说了 这拜席会将打开美中新局面 那么是不是大家都在一片看好的时候呢 现在美国的态度 其实是有点双面的呢 为拜席会暖身 那么叶伦跟何立峰在旧经商会谈 美国媒体就指出 两个人是热情又温和 那么叶伦直接讲了 美国无意跟中国偷扩钩 那么但是美国对中国 某些阻止美气进行公平公正的竞争 做法有所关切的时候也会直话直说 只是叶伦结束跟何立峰会谈的时候 就说明年访中还警告中国不要援助俄罗斯 他说不允许中国企业提供俄罗斯 攻打乌克兰的相关援助 那么美国现在坐下马威了 但是大陆有在怕吗 没有啊 之前不是被一直被这个经济制裁吗 但是现在华为代飞国内晶片 一割业绩曝光了 不难放弃中国市场英伟达在量身 打造三款AI的新晶片 还要跟回答沟通年底是比较量产 同时Intel也推出了这个改良的版本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大陆大买晶片制造的设备 东京威力科创也调升了全年的展望 那么现在中国当然是大杂钱 来采购了这些设备 待望了东京威力科创上级的业绩 这个公司也上调了全年的获利跟营收目标 那么中兴就说了 中美冲突导致全球晶片产能严重过剩 原本期望具汇行手机市场复苏 还要再等一年 另外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 也造成全球晶片的产能 现在可以说是严重过剩了 那么中兴联席CEO就讲到了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产能可能会过剩 但是消化这几年新建产能所需要的 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但拜登现在要来立平2024连任 是不是危机四伏 尤其是过去的 他不是一直有摔倒的画面都被调侃吗 不过在他演讲的时候有人跌倒了 拜登怎么说呢 一起来听听看拜登怎么讲 真的是摔倒被调侃太多次了 这一回拜登就说 你还好吗 但是等一下媒体大哥大姐们 看一下不是我 这次摔倒的不是我 最见得他这个摔倒 已经被拿来大作文章多少次了 只不过现在拜登要挑战连任 自家人有另外一个Joe 也准备参选 拜登2024的连任梦 恐怕是真的是接踵而来 现年76岁的曼清 在1月国会的会期前 他是民主党不可避的一票 那么当时被视为权力 堪称比拜登的另一个Joe 那么现在他是不是要来挑战拜登了 那么你也看到共和党 现在川普也是来势松松 所以拜登想要竞选连任 国内国外的压力都有 有这么简单吗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杨教授 您怎么看 尤其是这个拜席会要登场了 外界是不是很期待 对 应该是说他们要重返巴厘岛 然后各登旧金山 重返巴厘岛就是去年11月 集团体在印尼的巴厘岛的席拜会 建构了许多双方的 就是说交交通的管道 但是二月份的气球事件 把一切都打到谷底 现在希望重返巴厘岛 然后但是彼此不太可能 相互的合作 等于是各自要去登山 也就是真的在这个峰会之后 要展现出你是不是能够 真的登上旧金山 我觉得中美的关系 到现在为止 开始要呈现一个新的局面 也就是说过去在欧巴马的时候 可以说是竞争跟合作 但是川普上来的时候 走向了对抗 一直到拜登上来 也把这个对抗加深 所以竞争当中 其实对抗是主轴 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次 旧金山的席拜会之后 会增加一个新的项目 那就是管控 中美之间在竞争对抗 同时也管控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你就从11月1号 3号 4号 双方进行了中美外交海洋事务 军控不扩散的磋商 这种纯政治军事议题的 这种磋商 已经开始建立一个平台 虽然刚开始只是各说各话 但是这个磋商将来 很可能会变成管控的 这一个项目 因此当然这个时候 虽然是说这个回跌 纸跌回稳 但是将来会碰到两大问题 再来一个气球事件怎么办 我觉得是会很脆弱的 很可能会再出现一个气球事件 它不一定是真的气球 第二个 台湾议题 因为当我们如果蓝白不合 如果赖基里的当选 接下来台湾的议题 会怎么样的挤压 会怎么样的碰撞 美国当然也会表现出 他的作为 那就是习近平所说的 反毒里面反对外力介入 但美国就是一定会 介入到台海的议题 因为他不希望 中国大陆用武力 来去攻打台湾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气球事件 台湾议题 会不会在明年出现 我觉得一定会 不知道是哪一个 希望不是台湾议题 可是叶伦所讲 希望他跟何立峰的会面 希望能够建立 中美健康的经济关系 这个大家都在解读 什么叫健康的经济关系 他们达成三个结论 第一个要沟通 第二个不脱钩 第三个共同应对 国际的金融的挑战 经济的挑战 双边的呢 双边的关税到现在为止 美国还是抽你20%的关税 然后科技站管制 小云高墙 通通没有在这个里面去谈 为什么 因为它跟国家安全有关系 所以实际上 中国大陆也了解 你还是在压制我 你还是在对抗我 对不对 只不过是我现在寻求一个 稳定的中美关系 你也在就是乌克兰 加沙战争情况之下 你要稳定中美关系 你要准备一心一意去选举 没有关系 我们就各自做各的 但是我们接下来 好好的管控 不过我不太看好明年 新的气球事件 以及台湾的议题 又会改变中美之间的管控 我们来问一下韩明哥 你又怎么看 刚刚韩明哥看到那个画面 也是好蛮大声的 这个拜登已经摔倒了 赶快先解释说 不是我摔倒 您怎么看 这个一种美式幽默 但他能够表现这些幽默 表示他最近状况也不错 但是问题是 我希望他到明年大选之前 都不要再摔倒 因为他每一次摔倒 都会被人家质疑 是他的年龄问题 对 这个是最麻烦的 可是你说他民主党内 这个旧准备参选吗 他也76 他也年轻不知道哪里去 也才年轻4岁 然后川普77了 所以美国是怎样 现在是流行老人政治吗 现在都是要 七八十岁以上才能选总统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美国 现在世代的焦虑吧 因为为什么都是 由这些老年人来掌权 为什么不是青壮年人出来呢 所以其实我觉得拜登 是不是真的能够一路走到连任之路 都还是问题 因为现在党内 前两年不是又传出一个消息 有人说要去怂恿欧巴马的太太 那个秘雪儿出来参选 当然秘雪儿是根本不会参选的 只是说表示民主党内 对他的疑虑也是很深 对拜登的疑虑是很深的 所以拜登当然 他要赶快解决内外的问题 所以他为什么要急着 要跟习近平会面 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了尾巴冲突 已经有了乌尔战争 他不能够再在第三个地方发生冲突 他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他现在就是要寻求在东亚这边 至少把整个局势稳下来 所以他也不能够再对 中国大陆过度的剑拔弩张 可是我就直接跟大家讲我的看法 我认为中美只是稍微和缓一下 根本不会有什么重大进展 我不认为会有 因为双方的很明确的 美国已经把中国大陆 视为他的竞争对手跟敌人了 我们刚刚上一节讲到 美国就是把他当敌人 只是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正面 与他为敌而已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美国顶多就是虚与尾夷 好啦 最近暂时 因为我有很多其他事要办 我先不动你 但是我将来一定会动你 而且与此同时 就算习近平去了 习拜会达成了 你相不相信 搞不好习近平还在旧金山的时候 他们新一波制裁法案就出来了 我跟你讲是非常有可能 美国一定会这样弄 刚刚杨教授也提到了 也就是台湾的问题 我们的大选明年现在变数一大堆 这些变数都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根本不认为中美之间会和 而顶多只是现在暂时把局势稍微和缓一下 那冲突是随时在一起 而且说真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二月的气球事件 根本就是找个借口而已 那个到底算什么事 可是当美国想弄你的时候 他就有很多借口 理由可以弄你 但是要停下来的时候也是美国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够停下来 所以这个是目前正在以色列加萨走廊发生的状况也是一样 美国明明可以阻止 但他就是不要阻止 所以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先天的环境没有改善的话 中美之间是永远不会合 那李长军你又是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习拜会 大家不要先抱太大的期望 所以有很多的进展 因为其实他们已经先打预防针了 大概就是说可能在芬太尼这种事情 或气候变迁上面 可能会达到一些共识 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 但是不管你在经济贸易 或者军事的交往 甚至最重要最重要的台湾问题上面 可能很难取得一个共识 也很难取得协调 我特别讲 我们大家经常讲说美中关系 习拜两个人经常讲四不一无一 其实四不一无一是在什么时候讲 是去年的3月22号 两个人视讯的时候讲的话 那巴厘岛见面的时候 他们讲的是五不四无一 是多增加了 多增了好几个无一跟不 其中跟我其他政治经济方面我不讲 我想跟台湾有关的 他多增加一个不是什么 不支持台独 不是 不支持两个中国 也不支持一中一台 那就很明显就是 那现在我们台湾媒体 尤其是我们台湾的国安单位 对这个东西来讲完全低调 甚至于很多老百姓都还不知道 所以美国态度 拜登已经答应习近平 在巴厘岛会谈的时候 已经讲出来说不支持一中一台 也不支持两个中国 那很明显的就是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台独是在四不一无一里面的一步 就是不支持台独 那在这种状况 我觉得说可能不是指 台湾的选与节目 可能这两天的蓝白和 就影响他们两个见面 会谈的内容 如果蓝白和合得成的话 或许他们谈话的内容 就会有一些氛围的变化跟改变 那第二个我讲说在经济上面来讲 我们再次看 我觉得一个企业 有没有发展要看他的资本支出 那以前我们台企业都知道资本支出 每次突然从300亿调升到440亿 大家很高兴就赶快去买 果然暴涨好几倍 那这次另外还可以看的是什么 就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或这些晶片的供应链 目前你现在这边所讲的东京 这家东京卫力这家科串 它是成熟制成的供应链 它供应给谁 供应给中芯 中国大陆的中芯 这次来讲它会调升它的收入 代表说它卖给中国中芯的 这种晶片的原料来讲的话 有增加 供应链有增加 那为什么会增加 就是代表说这个中芯 它制造晶片的数量有提升 在这种状况代表什么 就是华为手机会越来越多了 代表中芯它自己 会增加的数量 在这种状况代表什么